ASUS 针对专业游戏玩家和超频玩家市场 推出全新ROG MATRIX HD 7970 绘图卡 采用Digipus VRM 晶片 配搭20上位Super Alloy 供电模组 以及高效率3-slot 巨型散热器设计 厂方同时加入大量针对超频应用的功能 包括Tricket 硬体实时电压控制 TurboFan 100% 全速风扇按钮 以及VGA Hotwire 等终极超频功能 ASUS ROG MATRIX HD 7970 基于 AMD Tahiti XT2 绘图核心 拥有2048个 Unified Shader 128个 Texture Unit 和32个 ROP 核心时密为1GHz Core 1.05GHz Turbo 拥有384bit 记忆态界面 并配备3GB GDDR5 绘图记忆体 记忆体时密预设超频至1.65GHz DDR 而Patreon版本时密更进一步提升至1.05GHz Core 1.1GHz Turbo 显示输出方面 提供4组原生DisplayPort 1组Deal Link DVI 和1组Single Link DVI 输出端子 最高支援6屏显示输出 支援最高2560x1600解释度 负连1组DVI to HDMI 转接器 提供HDMI 输出功能 供电设计方面 采用Digipus VRM20双超合金电感 配合Litricon GT固态电容 提升寿命并减少20%快热 温度亦旷阔为-75度至125度 有助提升产品的稳定性 PCB设计方面 GPU Power Layer 强工板有所提升 PCB的VDDC Drop 亦降低至37.7MV 绘图卡采用Sound slot 巨型散热器 配合5斤加口同意导管 散热器速度提升20% 配合2组10cm散热风扇 加强散热能力 散热器上方设有Loading Indicator 灯管 显示GPU的工作负载 在I道下显示为绿色 当GPU负载上升 将会由蓝色逐渐转为紫色 当GPU接近完全负载 则会变成红色 绘图卡亦设有Save Mode 昂流 当遇上超频失败的时候 将会自动切回与切直 为一方便风冷极限超频 绘图卡上设有Turbo Fan 按键 可直接将散热器风扇 由自动调速转至100%全速 绘图卡同时提供了 ROG版本的GPU2Key 可调整GPU Memory的时物和电压 VDDCI电压 GPU Note 9 Calibration 和VRM Frequence Tuning等 并提供最高1.4W GPU电压 和1.85W的亦体电压 而针对LN2极限超频用家 产品负连LN2 Mode 显升 以满足玩家的需要 PCB没端设有Turkey硬体电压 调整按钮 和实货LED指示灯 让超频玩家令到实时提升 或者降低GPU电压 绘图卡也加入了VGA Hotwire功能 可连接Maximus 4 Extreme 或者Maximus 5 Extreme主机板 透过独有的OCK 在无须远体下实时針对绘图卡进行超频 令性能达置最佳化